大家好,我是Vicente,歡迎來到Origami課程 我們把紙的角落,反覆的搓揉,把它搓成一個捲滾,一個紙棒的方式 開始以後就把它捲成一個紙棍 之後就取決拿捏一下尺寸 差不多尺寸以後就大致上一截手指節的尺寸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向內折 內折的意思就是它捲的這個方向是這個裡面 我們向內折45度 要緊的部分是下方要緊,上面要鬆 我們就會捲這裡緊,這裡鬆 就會產生這個玫瑰花的形狀 一樣我們繼續向內折 OK,然後再折一次,下面還是非常緊繃的 那上面我們是盡量讓它要展開花朵的樣子 那因為這個花比較難做,所以我做的方法是 直接就是拍攝花朵的做法 我就不拍我的臉了 那這個影片是印一些朋友喜歡這朵玫瑰 我就把它交出來 以前其實也是小時候去學的 小時候學的是用牙籤交的 在中間,那我把它改良的方式是 直接用紙條 那直接用紙條它的方便性和快速性會比較快 那做起來的液體性也是完整的 那所以現在就是轉到第幾層了 反正每一層就是這樣子 要折,折進去 折到這個位置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捲起來 捲的時候就是以下方捲得緊這個位置 捲得緊,緊實為主 那不要讓它鬆動就好 那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捲到一定程度我們就可以收尾 收尾的方式比較特別 以前的收尾 以前人教我的時候都是用膠帶紙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收尾 或定數機 那我這邊我的收尾跟別人不一樣 我一樣是直接 收尾也是用摺紙的方式收尾 所以 這一點是跟外面的其他玫瑰花的影片不一樣 OK 那我們捲到這個部位 差不多有一個玫瑰花的形狀 因為再捲下去的話會 太過膨脹會變成類似 薔圍花就不像玫瑰花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收尾了 收尾的方式很簡單 一樣一個45度角 那我們不管後面留的長度有多長 我們一樣直接45度角的角再摺一半 讓它變成22.5度角 那好了以後 我們可以稍微 稍微展開 在這個角落這個位置的部分 我們看得到 這是22.5度角 那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條 有一條線 就是這條線 我們要對著它 再摺一次 然後這裡我們一樣 要摺一半 那這邊的角度就 稍微請 請朋友幫忙算一下 是幾度吧 反正我暫時 拍影片的時間 我也沒空去按計算機 因為手機是拿來拍影片的 好 那現在的程度就是這樣 走到這裡以後呢 那因為基礎上 折彎這個角 它就是變成一張紙 覆蓋在那個 花梗 花梗上 那我們就稍微捲到 結束這個 折痕的位置 這裡捲到這裡為主 就好了 那我們剩下的部分就是 撕掉 然後 再來我們就 把它轉緊 OK 好 這樣子 玫瑰花就成型了 呃 完全沒有需要 澆水 定數機 完全就是一朵 玫瑰花 折紙的最原型 OK 好